芯片价格彻底崩盘,跌幅超90% 在美对华为断供后,全球半导体产业就陷入了缺芯的困境 芯片短缺严重,使得各行各业都不得不关闭生产线,减少损失 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厂商开始囤积芯片,导致芯片价格飞涨 好景不长,当初囤货的时候笑得多开心,现在哭得就有多难过,芯片价格彻底崩盘了 据媒体报道,多款芯片的价格出现了断崖时下跌,曾卖到1600元的芯片 现在350元就能买到,而曾卖到200元的芯片,现在20元就能买到,跌幅超90% 芯片价格崩盘,受到影响的不仅仅只有台积电,高通,英伟达,英特尔等企业同样也难逃一劫 美芯片法案落地,也是为了扶持美芯片制造企业 很显然,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大洗牌 说实话,在这个时代,除了芯片行业外,消费电子行业同样正在经历一场大洗牌 曾经神一样存在的苹果手机也变得不再那么吃香 而追求高性价比的国产手机品牌,却开始用自研技术包装自己,冲击高端旗舰市场,大家都在改变 而如果想要在这场大洗牌中脱颖而出,保持创新,坚持自主研发就是唯一的方法 在华为被断供后,苹果缺乏创新力后 小米靠着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自主研发,终于成功出圈 无论在千元机市场还是旗舰机市场 小米都有拿得出手,且经得起市场检验的产品 拿贵的和iPhone14系列对比 小米MIX FOLD2搭载了自研微水滴转轴 机身非常轻薄 就算将屏幕合起来,也不会比iPhone手机厚多少 展开屏幕后,iPhone手机就要靠边站了 拿性价比和iPhone手机对比 Redmi K50至尊版搭载的是骁龙8家处理器 并且拥有狂暴调效 性能表现强悍 其正面配备的15K屏,也是小米和国产面板供应厂商联合研发定制 显示效果清晰,功耗更低 再加上5000Mal加120W快充的续航配置 iPhone手机还有优势吗? 更重要的是,3K预算就能拿下 通过自主研发黑科技增强产品竞争力 同时又在价格上进行打骨折处理 结合816小米感恩计 消费者能够拥有高性价比的产品 这才是小米出圈的主要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台积电能够延续在芯片代工工艺上的领先 坚持自主研发 并且在价格上有些许让步 三星、英特尔依然无法动摇台积电的地位 还是那句话,既然身处这个时代 就要从消费者体验出发 一切还是靠产品说法 中国心也不能掉以轻心 尽早实现芯片自给自足 才能给其他行业注入一记强心针 继续加油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留言